这里是彰化张北国民运动中心 泳客来来回回很平常 但仔细看 今天是画面的左上角 这位高龄84岁的阿贝 已经游到岸边站着休息 没有想到下一秒 突然跌进水中 呈现溺水状态 整个人呈在泳池底部 非常离奇 救生员赶紧急救 但消防局获报到场时 没有神明迹象 他已经游到旁边站起来 站好了 他不是在水中那个挣扎 就喊救命那样子 医生证明他是不是那时候 有点心机感受了 消防人员急救后 送到张机急诊 经过CPR四分钟之后 有救回也恢复了心跳 只是人还没有清醒 昏迷指数依旧维持在三分 原因不明的溺水事故 多少让在场其他游客感到担忧 众人急气就派阿贝赶快醒来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